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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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编曲 李宗盛 风有你的口吻 降着远方雨纷纷 我在梦里停顿 数着记忆的年轮 为等那句炙热的情声 甘用一声繁华换复尘 交给旧一寸 把故事封存 暗示红尘留下的余温 花开花落聚散成银横 仍有岁月天真 唯一人 爱是红绿遇见的初春 无数无息吞开了心门 等同转和心意 变作你不安诚 将军 有人留了一封信在屋中 在这儿待着 若我一直不回来 今晚你就回复 告诉报司头 将军 记住 我若不回来 立刻回去 是 胡特 此事与我家人无关 放过他们 父亲 夫人 修院 你们可都无事 我和夫人都没事 华丘铭 咱们今天就把账算清楚 我的父亲 巴特尔 在战场上 就是死在你的道下 今天 我要让你血战血场 胡特 守方县如今已经停战 百姓也接动安居 这是你父亲和将士们 用鲜血换来的和平 你现在的行为 就是挑起战争 你给我闭嘴 你们斩杀了我父亲 我体负报仇 千惊定义 巴特尔的确是我所杀 半年前 我率二十士兵 在我朝边境巡逻 你父亲率五十精兵 埋伏偷袭 斩杀我十余名不比 我带齐人杀出重围 但你父亲紧追不上 我若不杀了他 死的就是跟我一起 出身入死的将士 别狡辩 杀人就要偿命 我母亲为你们英族人所杀 我夫妻 因为保护我 也死在你们刀下 难道我 要杀了你们所有人 在那儿完成我的复仇吗 边关之战 历经十数年 牺牲多少双方将士 战场的残酷 不是你死就是我吧 我们的战士 都是为了报效祖国 我们每一个牺牲的战士 都是为国 尽忠 你说这些 就是为了活命 你害我家破人亡 今天 我定取你性命 若是用我的心 可以让你放下你的仇恨 那你拿去便是 好啊 还用来 不要杀我夫妻 住手 何人敢在我眼前杀人 公主 有人要杀害我夫妻 请公主主持功的 公主 此人是我的杀父仇人 请让胡特斩杀了他 你不用说了 你和将军的恩怨我已明了 公主 将军是我的救师 绝不是奸命之辈 况且双方早已停战 你这么做实在是不妥 公主 如果你非要这么做的话 我只好禀报父王了 胡扯不敢 我还没有受到我们的 我们的仇恨 我们的仇恨 很重要 什么 我还不想要 我相信 在你个人 我这么严重 你判断 你怎么办 你 我 我 我 放人 干杯 干 今日之事 感谢你们爱公主和父母 将剑叫我袁儿就好了 这称呼我实在是听不惯 多听几次不就听惯了吗 来 驸马 再喝一个 来 驸马爷 你这一声不吭的 就把玛雅公主搞定了 我们知道你俩在一起的时候 都快吓死了 驸马爷 你俩何时在听喜事啊 玛雅公主 不会已经怀上了吧 那恭喜公主了 这酒就别喝了 你们放心 这一杯啊 我早就给换成水了 你这杯不会也是水吧 不不不 我才不喝水呢 对了 玛雅公主 我还有一事相救 将军请说 我在寻医英组药材 需要找经验丰富的药室咨询 这个好办 那明天我带本族的药室来接你 谢公主 人家怀着孕呢 你怎么还让人跑来跑去的 玛雅 你随便找个人带过来就行了 对对 身体最重要 没关系 恭喜你们 谢谢 恭喜玛雅公主和驸马爷 谢谢 来 也不知塔柔娘子现在到底如何 我还欠她一个道歉 塔柔娘子 你不觉得 该对我说点什么吗 抱歉 不是这句 你到底 喜不喜欢我 说呀 将军与夫人非常恩爱 且将军愿为夫人改变 愿为夫人死 但我对塔柔姑娘 并无这样的情感 如娶了娘子 属实不太负责 真的一点都没有吗 没有 那你又怎么会确定 以后不会喜欢上我呢 请塔柔娘子莫要勉强 我不答应 都拿着 反正 你以后走到哪里 我都要跟着你 你走了 你哥哥该如何是好 他 他根本就不想要我了 你我短短相识几日 但你与哥哥一起从小长大 你为什么愿意相信我这个陌生人 却不愿意相信家人吗 塔柔娘子 我从小家人便离世 我非常羡慕有家之人 不论你哥哥对你有多严格 那都是对你的一种保护 他是你在世上可以依靠的人 你不过就是不要我 为何要找如此多借口 行 你不要我也罢 反正 我也根本不想嫁给你 他 怎么回事 我这嘴啊 战场的残酷 不是你死就是我啊 我们的战士 都是为了报效祖国 我们每一个牺牲的战士 都是魏国 尽忠 战场 是我失去知情 但他们的牺牲 并不是让仇恨继续延续下去 而是为了让我们 拥有更好 更和平的生活 我心情幻想 往事如惆怅 生死两忙 往相忘 我心情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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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alu 是为了 我心情幻想 他搵吧 得挺像 虽然是你的夫人 但是我对你的过去一无所知 我就只知道胡闹 静儿 你知道我是为何原因 才放下了仇恨吗 为何啊 这都是因为遇见了夫人你 我曾是你口中的恶魔将军 前面三位夫人 虽不像传说中的被我所杀了 但那时的我 却未对他们付出任何的感情 甚至拒之千里 直到遇到了静儿 你让我的内心 重新变得温暖 让我重新有了软泪 让我重新 活得像个人 夫君 嗯 我 想起一件 很重要的事情 夫人请说 你看啊 袁儿跟玛雅 不是马上就要做爹娘了吗 是啊 那 然后 然后什么 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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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可以没什么 风有你的口吻 抢着远方雨纷纷 我在梦里停顿 数着记忆的年轮 为的那句炙热的情声 甘用一声繁华换俯尘 交给旧一尊 把故事 拂寧寸 熊明将军 蚂蚁公主 这是我族钥匙 你有什么事情尽管问他 你们慢慢聊 我就不打扰了 谢公主 劳烦钥匙 是 此物乃是我鹰族的一种植物 它可以入药 解毒消肿 拔毒生机 叫天灯笼 天灯笼 对 这与霸王的死营有何关系 继续在宾馆查不到任何线索 是时候该回朝堂了 有劳钥匙 我送你 来 兄长 是不是你带走我妹妹 护特兄 这是什么意思 塔容留下一封信 说我离开这里 塔容娘子失踪了 她昨晚来找过我 让我带她走 我拒绝后她便离开了 你竟然敢拒绝我妹妹 来 打一招 护特兄 当下之急 只要找到塔容 你可知道她经常去的地方 修院 你火速去城里寻找 护特兄 你派人去城外寻找 好 找不到塔容 拿你试问 见过塔容没有 一个这么高的姑娘 有没有见过塔容 您见过一个姑娘吗 大概这么高 长头发 老板 见过塔容没有 没有 你见过塔容没有 您见过一个这么高的姑娘吗 有没有见过塔容 见过塔容吗 姑娘 有没有见过塔容 长头发 见过吗 没见过 怎么样 没有 我知道了 塔容 蓬莲 来 来 来 你不仅背叛家族 还敢逃跑 战场上不允许有逃兵 为何我不能做逃兵 为何你每次都要吼我 你们都不要我 你不要我 修远不要我 父母也不要我 根本就没有人关心我 我要离开这里 永远离开这里 小若娘子 我们那儿兄长为父 你兄长为了找 你都找到我们那边去了 他怎么会不要你呢 他从小就欺负我 爷一直都讨厌我 我 太柔 小时候我一气你 你便跑到这城墙上 我每次都能找到你 可是长大了 我却把这儿给忘了 父亲从小就这样教育我 我也只能这样对待你 我 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对你的关心啊 但是你放心 哥哥以后一定改 你不要走 你是我唯一的家人 你是我最重要的亲人 你骗人 你从小你就讨厌我 还一直打我 我 我自小就没有讨厌过你 你是我的亲妹妹啊 小时候我打你 那 那 那是我顽皮啊 那你保证 以后再也不打我 也不能吼我 我保证 再也不打你了 也不吼你了 那 那还有一件事情你要答应我 你说 哥哥 让我们忘掉仇恨 重新开始生活吧 我就知道你这人想在这儿和我 我要一个人 去一个你永远找不到的地方 小柔 我答应过母亲 要照顾你的 你是我唯一的妹妹 我答应你 当真 我以父亲的名义起誓 放下仇恨 重新开始生活 我 好了 就送到这儿吧 今日已别 也不知何日还能再见 将军 夫人 你们一定要多保重 替我向府里的人问好 好 你们放心吧 袁儿在我这儿肯定不会受委屈的 有机会去将军府啊 我定会好好招待公主和驸马 楚兄 你能放下恩怨帮我寻找妹妹 我自愧不如 你说得对 在战场上 每一个人都没有错 错的 是那场不应该有的战争 胡特兄 放下仇恨 对自己来说何尝不是一种宽恕 好好过日子 定会 喂 那个 说实话 我还真没看上你 我只不过 是想让你带我离开而已 你别放在心上啊 唐柔娘子 以后你有任何事 只要我修远能做到 必定帮你 有什么事我会找我哥帮忙的 干吗找你啊 快走快走快走 好 那我们就告辞了 告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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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远哥哥 你回去好好想想 到底是你嫁我 还是我嫁你 只是回去 你就不在你 快走 终于回来了 这一路上提心吊胆的 就怕再出事 有我夫君和副将保护 怎么会出事呢 好了 夫人先行回房 我还要公屋要忙 那你去忙吧 不用管我 柔柔 把大家都叫过来 我要开始分发礼品 嗯 走 走 我收到朝堂密报 有多名大臣 向皇帝上奏 调查将军您 贪污君饷之事 看来 他们是想寻将军的罪状 既然如此 不如随了他们的心愿 寻个罪状给他们吧 萧俗不明 请教军明示 不如虎穴 焉得虎子 是时候该回朝堂了 我还要重要的事情要做 他们守住戴兔 我们就来一招 将棘就棄 即日起 清点楚家军 五年内军饷数目 到时我把账目给你 你送与皇上 告我楚修明 一个贪污军饷 谎报兵族的重罪 到时候 将军必会被调回朝堂 臣情恕之 该如何妥身 我自有打算 明日 你随我回军营 是 是什么 景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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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儿发生了何事 怎么这屋内 如此昏暗 没事没事 我看得见 景儿 为何裹着棉被 是生病了吗 夫君想听实话吗 前日想瞒本将军什么 我前日在英族集市 寇得一件奇妆义服 本想穿上展示给将军看 那为何不穿上给我看啊 我穿上之后 觉得有些不妥 我怕夫君嫌弃于我 不会的 娘子貌美 穿什么都好看 夫君当真想看 当然 夫君 不喜欢 喜欢 喜欢得紧 那夫君会不会觉得景儿 这样很失礼啊 此处婚案 夫人 可否到光亮之处 让夫君看个仔细 夫君怎会如此有嘴滑舌 不服你将军的身份 在此房中 早已没什么大将军 只有景儿的夫君 夫妻之间打情骂俏 不是很正常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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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儿光脚站了许总 夫君怕景儿受了风寒 夫君有心了 今日我忙于要事 冷落了景儿 在此向景儿赔罪 还好前日夫君及时赶到 不然你就要见不到你的景儿了 景儿莫要胡说 今日是我与景儿相识一百日 本将军 有个礼物要送于景儿 好美的玉佩啊 说 是哪个仙上人送给你的定情之物 此奈姑母所奏 小时候 姑母甚至宠爱我 教我读书 教我写字 父亲管束盛眼 时常习武数个时辰 姑母做了很多小点心 偷偷送给我吃 既然是夫君的姑母 那便是景儿的姑母 景儿一定好好孝敬她 感谢她当年如此宠爱夫君 把夫君喂成了一个俊郎美男子 还便宜了景儿呢 不知姑母现在身在何处 景儿一定要好好当面感谢她 不明不白地死了 不明不白 我定要还她个青板 来 我给景儿戴上 风有你的口吻 将这远方的温分 姑母说 有朝一日 我若遇到至爱 愿用一生守护的女子 就将此无送于她 守你百岁无忧 护你永世平安 甘用一生繁华换复之恩 交给求一寸 把故事 夫君莫要难过 姑母虽然不在了 但你现在有了景儿 我一定会替姑母好好看管 我 是要好好照看夫君 任由岁月天真 唯一人 暗是荒雾眼前的初春 无声无息推开了心门 人斗转和心意 愿总已不二臣 你几十五一点 我叫你 我也没理解 你吃过了什么 你去哪儿 家里的小姐 这个家也不得了 这什么家里 你先我 那你 我小家 家里 我去家里 我可以 你来 我去家里 你去家里 以后啊 你也要对将军更好些 没错 从此以后 我要对将军多多上心 我就是他的亲人 夫人 副驾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怎么没跟将军去军营 将军军中有要事处理 让我回来守着夫人 我在府里好好地不必守我 夫人不必在意 只管自己去做事 行吗 我们去厨房干点活 你要想跟着 那就跟着吧 副驾 你跟着吧 反正我们多的是体力活呢 来 夫人要我如何帮忙 将军在军中伙食不佳 我想包点饺子 但不知如何下手 夫人莫动手 我来帮你 那福将 我给你拿盆 小心啊 要购物 你干吗 你来帮忙 乖 走 果然是羞耻 意气实在是大 多亏有了你 副将 夫人 客气 这看起来的味道真好 我尝尝 小心 小姐 碗筷 副将 你今天最辛苦 你尝尝 夫人吃便可 你别跟我客气 尝尝吗 是 怎么样 这味道极好 来 尝尝 真好吃 前来副将出了不小力 副将辛苦了 谢谢夫人给的机会 等会啊 我就把这些带去军营 给将军尝尝我的手艺 夫人 车马颠簸 且现在天色已晚 不如让属下提您去吧 我骑快马 快去快回 将军也能趁热吃上 副将说得是啊 那就有劳副将了 他 记得说是我做的 明白 将军 夫人亲手做的饺子 让我特意给将军送来 锦儿亲手做的 还真是给本将军惊喜 秀苑 辛苦你了 这几日 帮我好好照顾夫人 我定会好好照顾夫人 那我先回府了 去吧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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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一会儿的功夫 小姐人就不见了 杜柔 我回来了 小姐 你今日外出是不是把我忘了 副将刚刚要陪我出门 我就先出去了 忘告诉你了 不过我买了匹新布料 可以回来一起做新衣服 不对 你根本就是这几日 都把我忘了 为何这么说呀 副将修远 副将修远 统统都是副将修远 你现在啊 外出采满 府内办事 都只要他陪同 你根本就是把我这个 陪伴你多年的丫鬟给忘了 副将是受将军之妥 把我照顾得很好 别说你了 将军我都忘了 你别介意嘛 你别怪我多嘴啊 虽是将军所托 可这毕竟男女有别 你们俩现在走得太近 你小心 将军出错 我和副将又不是什么乱来之人 将军他吃哪门子醋啊 那就算你这么说 我还是觉得怪怪的 上次 他还专门拉着我去医官那里 问你的身体情况 知道你越视不调 他还格外地紧张 将军军中有钥匙处理 让我回来守着夫人 你穿着正合适 来了 夫人戴什么都好看 尝尝 是不是现在我去哪儿 你都得跟着 是 若若你提醒得对啊 我最近确实跟副将相处的时间比较多 这倒显得楚兄明把我给忘了 没事 若若 我现在就去军营找将军 你去帮我安排车马 我 我 喂 我说的不是将军 终于妥当了 也不枉将军在此熬战几言 这罪者 就劳烦你送于皇宫了 属下明白了 此事事关重当 不仅仅关乎我楚兄明一人向上人头 还牵连众将时的行物 必要严密行事 领命 皇上知晓此事后 定会召集重臣 届时 会有落井下十志 那将军 该如何应对 我来一招 请君入瓮 天一亮你便去京城 一刻也耽误不得 是 属下必定快把家鞭日夜兼程 我要见将军 将军有令任何人不得进入 那我是什么人 是夫人 是任何人吗 不是任何人 让我想一想啊 你别想了 快点 我要见将军 这 这 这 您就别为难属下了 将军说了 任何人不得进入 你 这 你这 包子头 请夫人进来 是 清儿 我正有要事要处理 你来有何事啊 我也有要事 要和你商量 你说 事态严重 情况危险 到底什么事啊 丑雄明 你是不是把我这个小娘子忘了 你是不是也忘了 你的山盟海誓了 清儿怎么能这么说 我怎敢忘了我的今晚 那你为何好几日不回福利啊 我是真的有重要的事情要处理 没时间回复见你 没时间 毫无你个大借口 正是因为没时间 你就可以不管你小娘子的死活吗 正是因为没时间 你就可以把我托付给副将修远了是吗 清儿这话可不对了 我正是怕夫人多想 所以才派副将修远照顾你 我怎么能不管你呢 可是副将是副将 夫君是夫君 怎可替代啊 再说 我和副将非亲非故的 干吗非要把我托付给他照顾呀 毕竟男女有别 我俩走近了 你就不怕别人说闲话 你就不吃醋吗 我吃谁的醋啊 副将修远 不是 你怎么还笑呢你 虽然我就这么一说 但是你也不可大意 反正这件事情就是你不对 被我不理不睬 我不吃醋的原因 是因为修远本就是我的弟弟 你的小叔子 小叔子 对 小叔子 那 那 那夫君为何不早日告诉我 副将修远就是小叔子一事啊 修远的身份 要从十几年前说起 先皇在世时 逼八皇子为太子 我的姑姑 就是当年的太子妃 而修远 就是他们的义工 就是他们的义工 孙 那招这么算 副将修远 是正统的嫡皇孙 当年 八王府莫名其皇 所有人皆死于府中 除了八王爷 和我姑姑唯一的遗孤修远 后来当今皇帝继承皇位登基 我父亲 把修远接回边疆 秘密抚养 而他 也从未告知我这其中的过程 那看来这件事情 必定是有蹊跷的 我楚家 乃八王妃的母家 自我父母死后 我便独自一人 照顾修远 同时暗中调查八王的死因 想为修远寻回身份 我听我父王说过 说当年的太子啊 正直清明 招贤纳贱 定会成为一代好皇帝的 而你们楚家 建功立业 数代中粮 静儿 此事关系到修远的性命 今日 我将此事告知于你 你可要守好秘密 潜儿机嫁与夫君 定会给楚家出一份力 从今日起 我将与夫君同心 好好守护这个秘密 好好保护修远 好 当真是本将军 深明大义的小娘子 我楚秀明这一手 得锦儿足矣 静儿 我还有份厚礼要送给你 什么东西啊 快拿出来 我要带你回家了 回府里吗 回京市 可以回京市了吗 那 可以见到我娘亲了吗 让让 我们可以回京市了 可以见到娘亲了 秀明将军 我们在府上收到信 就马上赶过来了 玛雅公主 你们来得正是时候 此人身份已经查明了 胡特的父亲 是将士首领巴特尔 死于 将军倒下 胡特是巴特尔的儿子 白色 进入 紧密的月光 偷偷留起了床 轻轻握在我耳旁 随着心虚流浪 温柔优雅的月光 千圈之间飞扬 心事热红了眼眶 星空下里光流淌 清风吹散 淡淡的花香 余味重叠着忧伤 心还将苍穹点亮 今月光白月光 真望亮爱疯狂 继续深情遗忘 沉入黑影 黑影拉长 幸运在心上荡漾 青月光白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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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入梦香 分享 摇墙 Mitglci之外 寥言漫长